半夜晚上走 你妈说要给她买点东西 东东呢 上学去了 爸 那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都多大了 还让我们为你操心 好了 这个事现在不谈就没时间了 菲菲你先说 这都是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现在没事了 是吗 阿姨 不是 后来你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态度一直很好啊 那是因为我不想影响你飞行 不想影响你演习 彭副师长 谢谢你 谢谢你 阿姨 我甚至于是 别再说 如果不认识的 我认识我 你肯定是没有 过来 是我们部队的 我是指 他打我这件事情 就是论事的话 这件事情 是我不对在先 无论如何 我不应该把你工作的电话 作为军人的妻子 这是基本常识 可是我当时实在不能控制自己的感情 我完全失去了理智 就为你们刚才说的那些事 不 那只是表面现象 本质是 我们的感情根本就不对等 一直以来从来就没有对等过 那些事情 只不过是最后的一根草罢了 我们知道了啊 你为菲菲啊付出了很多 首先第一次失去了记者的工作 到蓬菲生病 又再次失去工作 那咱们家带东东还带了六年呢 不是咱们家 是你妈跟我带东东 跟你没关系 阿姨 阿姨 你刚才说到了军人妻子职责的问题 这说得好 你妈当年啊 是外语学院的高台生 她的理想是做外交官 可是结果呢 我的意思是说啊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 水火不能相容 没法两全其美 这跟感情对等不对等 好像没什么关系 阿姨 爸爸问你话呢 你怎么去这么久啊 我去了趟阿姨家帮她浇花 她那个家 简直是家不像家 不是她那家要像家才怪呢 这就我的意见 贝贝 阿姨 你还坚持要离婚吗 是的 为什么呀 对 你刚才说了你们之间的感情不 不对等 可是 你能说得具体一点吗 这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 或者是沟通不到位的地方 阿姨 阿姨 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 冷笑什么 闭嘴 阿姨 你有没有替东东考虑过呢 妈 正是因为我想到了东东 才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一个十二岁的孩子 心里藏着那么大一件事情 想了那么长的时间 跟自己的亲妈之字不提 只跟奶奶说 为什么 安逸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妈抢了你的儿子是吗 客观上 是这样的 你 合着我妈给带孩子还带出罪过了 你不错不不错 猫养的猫亲狗养的狗亲 自己的孩子还得自己带 不能将错就错 知道错就得改 你不想想你当生那个情况 你能带孩子吗 我当时的那种情况是谁造成的 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我又来什么了 你的牺牲奉向你的风格伟绩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呢 如果是的话我银客的脑海里 我庸话的血液里 我默契不忘行了吗 不行 不行是吗 不行我没办法了 妈 妈您看到了没有 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误会 根本就没有说不进去的 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 价值观不同 刚才爸爸又一次提到了 军人的妻子 和彭飞结婚以后 你们一而再 再而三地跟我说 军人的妻子 就好像这顶冠冕堂皇的大帽子 这么一戴 就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妈 不是这样的 那是哪样啊 妈妈 如果 如果我不是您的儿媳 我是您的女儿呢 我还是母亲 我理解 这件事情没有是非对错 屁股决定脑袋 立场决定原则 这在您的立场上 您的原则没有错 我的原则 我的什么原则 您的儿子 牺牲媳妇 保全儿子 乃妇 男儿子 阿姨 这就是你坚持要离婚的原因吗 原因之一吧 重要原因之一 那我还是要建议你 考虑一下冬冬的感受 我考虑过了 都很痛苦 但我现在唯一的选择就是 在诸多痛苦之中 选择最轻的那一个 阿姨 我们之间有些误会 妈 别求她了 要想离婚不可能 我不同意 黄菲 你不同意 你要搞清楚好不好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谈结婚 我现在是在跟你谈离婚 结不结婚我一个人说的不算 离不离婚 我一个人说了还是算数的 这是法律赋予我公民的权利 是吗 婚姻法有一条你知道吗 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 须得军人同意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意思吗 你 还是一定要坚持离婚 好吧 我同意 你说得也对 结不结婚需要两个人的同意 离不离婚 一个人就能说了算 借助于外界的力量 把两个人捆绑在一起 对谁都是痛苦的 小琪 做饭 早做早吃 你来吃吃吃吃吃完了 你安逸家赶火车呢 你安逸家赶火车呢 走 你 李 感谢观看